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广宋上六一为下文别笔作本 那么就是这一段文重颂前面长文里面的六种意义 道理讲的比较多 第一 宋五竹为下见火笔作本 第二 宋四方便化为下舍机用车笔作本 这两段都讲过了 第三 宋显时为下等式大车笔作本 这一颗经文上次也简单的消文说过了 但是里面还有一些道理需要再补充 这一科的经文是在第五十八页 从后边算来第三第三行 设立佛当时我见佛子等 至求佛道者无量千万亿以下 一直到第五十九月 五十九月的菩萨文士法 以我皆已除千二百罗汉 细域当作佛 这一段文就是子之下第三 宋显时为下文的等式大车 大百牛车 这个比喻做章笔 上面按照文字的消文是说过了 但是这一段文里面它含有四种意义 有四种意义 开头的两手俱松是送显时 真正在显时里面说明这个大圣根基 已经发出来了向佛求说 一佛圣的大车 相佛求说这个大车之国 就是一佛圣的国 那么就是经文开头的 设立佛当时我见佛子等 至求佛道者无量千万亿 嫌疑恭敬心 皆来自佛说 曾从诸佛文方便所说法 这一段就是显示当时的听众 大圣根基已经发出来了 希望佛能够为他说一佛圣 的究竟显示的这个作用 这个功用 所以佛对设立佛说 你应当要知道 当时世界母亲佛看到 所有的佛弟子们 这个佛子就包含三圣的弟子 声闻 圆觉 菩萨 三圣的佛子 通通包含在内了 平常说佛子 在华言苏超 新疆国师的解释 对于这个佛子 他分为三种 他说第一种是外子 哪一类是外子 他说这个凡夫 凡夫 以佛法有缘的都是佛弟子 但是他心有礼外 还没有入礼 凡夫这些佛弟子 只可以称为外子 但这个外啊 是指的他心有礼外 对这个诸法的离题 他还没有启发 没有证悟 但是他是佛弟子 因为他对三宝有恭敬有信心 所以以这个凡夫的佛弟子 不管是大小二圣 哪一种根性 只要与三宝有缘的 通通称他为外子 是佛的弟子的外子 二圣人 声闻愿觉 他称为这是佛的数子 数子 不是正出的数子 为什么 他只求自己写脱呀 还不打算 行菩萨道 所以二圣人称为数子 那么菩萨才是真子 行菩萨道 发菩提心 修六度万恨的这类菩萨 才是真正的佛子 弟子 就是正子 真正的佛弟子 是指菩萨 那么这个 在四十一年所说的佛法里面 对佛子的解释 可以这样解释 但是现在到了法华会上 开权显示啊 三圣五圣 三圣五圣 一切众生 通通都是佛的真子 因为一切众生都有佛性 人人都能成佛 既然人人都能成佛 佛与平等性 看待一切众生 通通都是佛子 不是分别什么 外职 数职 真职 不这样子分别了 所以到了法华会上 这个所谓佛子啊 三圣根性众生 通通都是佛子 所以我见佛子 等着这个佛子啊 就是包含 一切的佛弟子 通通包含在里面 而且这个等字 是包含一切众生的 这些佛子们 佛弟子们 都有这个志愿 有志向 法华会上 大圣 善根 已经成熟了 那么过去 他在无量千万亿 诸佛之前呢 都以恭敬心 曾在诸佛之前 听过很多的方便法 这个方便所说法 就是指的三圣教理 就是全法 也就是四教里面的 藏通别三教 以前所讲的 以前所讲的 那么在四十余年 所讲的 凡是属于 藏通别三教的教理 都是方便法 而这些佛弟子们 过去都生以来 都曾在诸佛之前呢 听过很多 这类的方便法 他们都懂得很多了 而现在 这个 义佛圣的善根 已经启发了 所以 现在佛就要 为他们 说这个义佛圣法 那么这一段 就说明 所有的佛弟子们 尤其在 林三会上的 当时 在法华会上 佛弟子们 都是大圣 善根成熟了 应当要闻 这个义佛圣法 所以 把它比作说国 向佛求说 这个义佛圣之国 那么 关于这个 佛弟子们 向佛求这个大国呀 他求说的用意 有三种 第一 就是刚才说的 大圣根基 已经发了 大圣根基 是因 因有感果之一 必定能够感到 这个大圣之国 义佛圣之国 所以现在 就是 因为众生的根性 大圣根性 义佛圣法 已经成熟 应当可以感到 佛来为他 开宣显示 显一时之国 这是越大基 显示 他有这个 求说佛果的功能 所以叫做 越基 说明他的 求说佛果 第二种呢 是属于情中 密说 心情里面 佛弟子们 虽然不敢说出来 但是他内心 有这个期望 心情里面 秘密的 想要得到 心里想 而还不敢表达 例如其他的 中下根性 他都有这个 希望 希望能够得到 大国 可是他当时啊 还不敢说出来 心里有这个期望 而不敢说出来 这个 所以后文 经文里面 所说的 有的 认为我已经得到了 佛所证的 我得到 有的认为 佛比我们高 佛所得到 我还没有得到 那么这些意义啊 就是显示 中下根性 在当时 也是一时的 这个 上根启发了 他心中 密密的 不敢表达 心里 想要求 得到这种的 亦佛胜之国 那么这是 情中 密所 密 是秘密的 密 心里 没有表达出来 他秘密的 想要求 说这个佛国 但是只是 不敢说而已 那么这两种啊 在过去 四十一年来的 大圣根性 都有 但是 声闻缘觉的 根性 是到了 法华会上 才有 到了 法华会上 由 舍利佛代替啊 所以第三 翻言求说 把要 这个大圣佛国 义佛胜法的 提望啊 表达出来 那么就是 前文方面 开头的 舍利佛的三情 向佛要求 三番请求 希望佛能够啊 把这个 义佛胜法 为弟子们 说出来 这就是第三类 翻言求说的 究竟佛国 那么 法华会上 这三种求说的 意义都具备 那么 尤其 舍利佛代替 所有的 大圣根性的 佛弟子们 那么 向佛要求啊 要佛 开圈显示 那么 这就是翻言求说 那么 因此 他们 独以恭敬心 向佛 祈望啊 能够得到 这个 一佛圣果 那么 那么这就是 开头两首 居宗啊 向佛求说 一佛圣的果的 那么接下去 第二段经文 有两个 居宗 跟一居 就是 接下去的经文说 我既作识念 如来 所以出 未说 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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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正 是其 时 舍利佛 当 自 顿根 小智人 着相 交慢者 不能信 是法 尽我 喜 无 威 这两首 句诵 跟一句 一共有九句经文 这是说明第二段的意义 就是佛弟子们大声激发 而他们的障碍已经除掉了 没有障碍 佛 生欢喜心 应当要说一佛圣法 所以 这个时候 佛就心里这样想 我既作识念 如来 所以出 未说 佛 回 古 释迦牟尼佛 这个时候心想 那么 佛出现 世间的目标 就是要说 佛所亲证的智慧 就是 一佛圣 他自己所亲证的 究竟佛 要为众生说 但是 四十一年来 因为根性 没有成熟 障碍 没有除 不能说 那么 现在呢 现在因缘成熟了 四十一年来的调化 调伏众生 已经得到佛的教化呀 成熟他的善根 可以说了 所以说 今正是其时 是当时法法会上 今 当时 那个时候 是时候了 该说的时候了 就是该 开全显示的时候了 为什么呢 世里佛呀 你应当要知道 在四十一年来 那些顿根而小根治的人 他只能接受 商文元决的小法 他没有这个能力啊 接受大法 所以他们差不多都是 着相而交慢 着法相 因为二圣人 因为二圣人虽然破我之啊 罚之存在的 所以他还有罚之 执着以法相 执着以法相啊 而如果没有断烦恼的 他还有交慢 那么因此他们就不能相信这个 一佛甚至法 所以四十一年来啊 不能不敢说 就是怕他们听了之后 不但不能接受 不能相信 而且诽谤 诽谤就要堕落 造他们的更大的罪业 所以有恐怕他们造业的原因啊 所以不能说 现在呢 尽我喜无畏 释迦牟尽佛说 我现在我很欢喜 就不必怕他们听到 以法相法而生诽谤了 无畏 恐怕了 恐怕 恐怕什么呢 恐怕二圣人不能接受大法 听了之后生起诽谤而堕落 那么现在就不必有这种怕了 根未属的 根基妹属的 就是五天退席 根性没有成熟的已经退了 那么现在在零三会上 无论是正国的或者是反复 都是大兴反复 都能接受 他听了之后不但不会诽谤啊 而且决定身心 那么决定能够接受这一佛圣法 所以现在佛说 我很欢喜 我不必再恐怕他 因为听大法而不能接受 诽谤而堕落 这种我不必恐怕了 所以尽我喜无畏 所以才能够彻底的开散显一 会前归时 后边三句 有三句话就是正显实 真正做显实的工作 余诸菩萨中 正直舍黄边 但说无上道 现在在所有的菩萨中 在零三会上 佛说法法经的时候 已经发菩提心的大菩萨 固然是菩萨 就是那些大心凡夫啊 也是菩萨 所以在零三会上 没有一个不是菩萨 这些菩萨当中啊 佛就正知舍方便 但说无上道 这两句话 古代所有的佛经的著作当中啊 时时都引用的 正直 正显示不偏 直显示不屈 有偏有取啊 就不是正直了 过去四十一年来所说的 有的是偏于声闻原觉的 藏教小生 有的是 直是属于方便法的 这个不直 不能直说的这个庞法 所以叫做偏而不直 四十一年来所说的 藏通别三教之法 有的是偏 有的是方便而不直 现在我可以把那些 过去的偏而不直的方便 整个舍掉了 所以正知舍方便 就是只有一佛圣法 只说一佛圣 把过去的方便都舍掉了 这就叫做废三归一 把过去的三法的方便废掉 通通归一时 废三归一 那么但说无上道 只说一佛圣法 所以叫做但说无上道 我有一佛圣 无二一无三 就是显示这个道理 那么最后说 菩萨文世法 以往皆已出 千二百罗汉 西医当作佛 这是第四 受行物肉 他们能够接受 而实行 由此开悟 而正如意 一佛圣之礼 前面听到 略开三显一 所谓四尊法 九后要当说真实 那么知道三圣 没有不是方便的 三圣都是方便 又说 不对诸菩萨 都能够体悟到 这个究竟佛制 所以到了这个时候 无论是菩萨 阿罗汉 所有对于三圣的以往 统统都去掉了 所以说菩萨文世法 在临三会上 没有一个不是菩萨 听到这个大法 一佛圣法 所有的怀疑 统统消除了 就是广开三显一 断一生心 断一生心 经过这一份说法之后 大家都知道 我们都能够成佛 我们都有佛性 不但是身闻缘觉 能成佛 他们行的都是菩萨道 就是我们这些凡夫 依法修学 将来都能成佛 所以所有的怀疑 好像网的那种情况 现在统统去掉了 以网就已除了 所以佛的长随众 一千二百欧罗汉 就是平常说的 一千二百五十五人 他们是一当作佛 通通将来都能成佛 所以后边 中下根 通通佛都替他授记 乃至这个 对佛弟子 一切众生 整个都为他授记 那么就是显示 一些众生 都能究竟成佛之一 到了法伐会上 彻底表露无疑了 那么这就是第三 他送显示 为下等式大车 的比喻啊 作本 所以后边的比喻品 从这个火车出来之后啊 长者就给他 每一个人都是一个大百牛车 每一个人都是大百牛车 这就是显示 所以做后边 这个大百牛车的比喻啊 作本 上次经文就讲到这里 现在是重说一遍 配合这个四种意义啊 再简单的重说一遍 下面指字下第四 探法西游 赞叹这个妙法 法伐经的这个妙法 西齐少有的 啊 那么这就是重颂 前面常文里面所说的 如是妙法 诸佛如来 实乃说之 如油谈花 实一现儿 啊 就是重颂这个道理 啊 探法西游 就重颂这个道理 啊 妙法 就是指的全时诸法 啊 现在开全显示 啊 最妙之法 所以叫做妙法 呃 这个经文很长 呃 边念边说明了 如三世诸佛 说法 说法 至于是 我今一如是 说无分别法 呃 前面说过三世佛呢 过去 现在未来 三世诸佛 说法的仪式 都是一样的 都是先开全 后显示 无论哪一尊佛出现时间 都是一样 还有 全时本来就是无分别法 全即时而时即全 全时不二 全是十加之全 十是全加之十 嗯 离开全 没有十好讲 离开十 也没有全好离 所以因此之故啊 全一十 三圣一圣 都是 呃 呃 无分别法 所以这是 三世诸佛说法的仪式 呃 那么现在释迦牟尼佛 也是一样的 我今一如是 我 释迦牟尼佛自清 现在 也是跟过去三 呃 过去三世诸佛 呃 一样的 最后说 无分别法 呃 这个无分别法 第一 指十 指一时 无分别 第二 全时同样是无分别 呃 全就是十加之全 十就是全加之十 那么全时不二 因此呃 十是无分别法 全也是无分别法 经过开全之后 没有一法 不是一时 呃 所以通通都是无分别法 那么下面是真正战法虚有了 啊 就说明这个呃 妙法联法的 这个虚有的情况 因为多多方面的意义啊 意义就说明 诸佛心处师 悬眼直欲难 这两句呀 说明人难 要佛出现世界难 佛出现世界 很久很久才能遇到一尊佛出现世界 啊 虽然我们现在 咸节 现在就是咸节 圣贤的咸啦 现在的呃 这一个大节叫做咸节 咸节的祝节二十小节当中啊 有一千尊佛出现时间 咸节千佛啦 过年拜千佛 呃 第二 就是咸节千佛 呃 第一就是过去庄严节千佛 未来新宿节也是千佛 那么现在正在这个玄节千佛当中啊 过去已经有四尊佛 四 释迦牟尼佛是第四尊佛 将来米勒佛是第五尊佛 可是你要知道释迦牟尼佛出现世界 等到他修行成佛呀 说法也只有四十九年 前后后病起来可以说五十年了 八十岁当中说法 四十九年 在这四十九年当中能够遇上的 能够碰到的 谈何容易呀 我们就是出在佛后 释迦牟尼佛灭渡之后啊 两千几百年 佛灭渡后两千几百年 我们现在才遇到佛方 诸佛心处是弦言直于难啦 弦就是表示距离 远距离很远 要很远很远一段时间呢 那才有佛出现世界 那么第五尊弥勒佛 现在是一身补处在都说天 的弥勒内院 要等到第十小节的简介 人寿减到八万岁的时候啊 弥勒佛才视线降生 修行成佛 平常说啊 要五十六亿七千万年 不过这个不是正确的数目 有人把它好好的算出来 现在假定说 人寿是第九小节的简介 释迦牟尼佛出现世界的时候 人寿减到一百岁 这个是算那个时间呢 不是固定的了 所以现在也有人 已经活到一百几十岁也有啊 那么但是这个 以这个尖的身降 真减来说 释迦牟尼佛出现世间的时候 人寿一百岁 再往下一直减 一百年减一岁 到了现在 那么人寿大概是七十一岁了 还有一直往下减 减到人寿十岁 就减金了 再往上增 一百年增一岁 增到八万四千岁 再往下减 那就是第十小节的正减了 那么八万四千再往下减减到八万岁的时候 弥勒佛才出现世间 你想想还有多几万 这不是弦远 直异难吗 这就显示很难了 那么我们在这个时候 能够遇到佛法 能够遇到佛法已经是算我们的善根很深固了 很不容易啊 所以我们大家遇到佛法要生起欢喜心 信信之心 就得啊 我真是一三宝有缘了 我真是一三宝有缘了 我在这个五十五世出现世间了 今生众人能够遇到佛法 这真是天上喊欲啊 万劫难逢啊 这是人难 要人出现世间 能够遇到佛 能够听到佛法 真难 这是第一 正死出于世 说是法 福难 就是佛出现世间吧 等于释迦牟尼佛出现世间那一段时间 四十几年说法 可是在四十几年说法当中啊 大概有四十二年左右的时间 都没有说到像法法经这一类的道理的 啊 纵然是佛出现世间了 正死出于世 这个正死可以看作纵然了 啊 纵然佛出现世间了 啊 出于世 就指佛出现世间 说是法福难 是法 是这个妙法连法经 佛出现世间 要说法法经也是很难得到的 四十一年都没有说法法经的道理啊 一直到佛将要涅槃的前六七年 才说法法经啊 所以说是这个法也是很难的 啊 那么这就说四十一年九末四要 九末四要 啊 四十一年实时想说呀 很想 很想说 可是众生根性没数啊 不敢说啊 说出来 他不能接受 反而诽谤了 早夜 啊 好像做母亲的 希望他的小孩子赶快长大 跟自己的儿子说大人之话 可是这个儿子还没长大呀 没长大 那你跟他说大人的话 他听不懂啊 啊 心里很想跟跟他跟这个儿子说 说大人之话 啊 所以啊 心里默默的很想说 不敢说 啊 百育经里面有个故事啊 有个国王 啊 年纪很大了 还没有儿子 啊 后来生了一个儿子了 他高兴得不得了 啊 那么他希望他的儿子赶快长大 要求他的国师婆罗门啊 啊 那么就把他请得来 啊 你有办法呀 能够把我的儿子赶快长 让他跟我 跟我们一样长大 啊 我们可以跟他说大人之话 那我这个法啊 这个国王的位置可以交给我的儿子 有没有办法呀 这个婆罗门就说 哎 呃 有有 我有个办法 他说 有个办法是什么办法呀 他说 你把你的儿子交给我 交给我 啊 那么我啊 十六年后交还你 就长大了 那个时候就长大了 他是真的吗 真的 这绝对不会骗你 我跟你说实话 你把你的儿子交给我 我替你这个 养育他 教导他 十六年后我就交还你 那个时候就长大了 这国王真的相信啊 真的相信啊 假如你希望你的儿子赶快长大的话 你就交给一个老师啊 十六年后再问他要 那个时候他就自然长大了 那么释迦牟尼佛 四十几年来就是想跟自己的弟子们说一死之法 嗯 可是这个儿子一直很难长大 嗯 不过佛不会像那个国王啊 要求别人帮他 死儿子儿子 他就慢慢的教导他 自己教导 用种种种方法呀 引导他 引导他 嗯 到了现在法法会上 长大了 长大了 嗯 经过无量 无数据来 要听到这个大法也不容易听到的 文士法 听到这个法 士法就是法法经啊 要听到这个法法经很不容易啊 你看释迦牟尼佛调教了四十几年了 要受法法经还有五千退洗 还有五千退洗 这五千个弟子到了那个时候 他还不能接受 他还没长大 嗯 到了那个时候 他还是没有长大 他还退洗 所以文士法一难了 听到这里 我们虽然没有亲自见到佛的印身啊 只看到佛经 看到释迦牟尼佛的这个像 嗯 那么我们要生欢喜心 最起码我们听到法法经啊 生欢喜心 啊 不会有这个不信或者诽谤的情况 啊 这就是文这个大法很难啊 在从前 我们中国佛教 从前呢 讲这个大布经的法师 倒是蛮多的 经常有经厅 看看这个明朝末年 清朝初年的那一位 宝华山洪阳戒律的剑阅律师 剑阅律师啊 嗯 剑阅律师 他是个云南人 嗯 云南人 他冲出家的时候 根本不知道要受荐 嗯 那么后来他的老师跟他说 他要求老师要 要求他的师父 替他受荐 那么他的师父就跟他说了 他说我是法师 我是讲经法师 我不是律师 我不是传戒的 我不能替你传戒 嗯 那么剑阅律师就问他 师父说 那那我要到哪里去受荐啊 他说现在啊 只有宝华山啊 嗯 那个时候还没有宝华山 兴盛 就是有这个山脉济光 济光律师 嗯 在北方传戒 那你要受荐的话 那你要受荐的话 之后到他那边去受荐了 我只能讲经而不能传戒 那个时候还是律师是律师啊 法师是法师 嗯 个人都认清自己的本分啊 当法师的不敢传戒 嗯 传戒另外有律师 不像现在人呢 是万能 什么都来 哦 他不但是能讲法 也能传戒 什么都可以 哦 好像是他的智慧比 比谁都高 古代不是这样 明朝末末就是这样子的 所以这个 建月律师要北方 到北方去受荐的 当 这个当时啊 哦 会了千辛万苦 看这个有一本书 叫做一梦漫言 一梦漫言 就是建月律师 七十几岁的时候啊 他自己说他自己的历史啊 就是自己的历史 自己说出来 叫做一梦漫言 笔记下来 他说他当时求见的困难 他到处听经啊 无论到哪一个地方 听经倒是蛮容易的 讲法法经的很多 有经厅 啊 不过那个时候 要得到这个好的著作 参考资料 也很不容易 所以这个建月律师 有一天呢 听到有一部法法经四一节 好得不得了 大家都很尊敬 希望能够得到这一部书 他正是碰到冬天了 好冷了 那么虽然很冷下雪 他还是很辛苦的 硬是把这一部著节 把它抄下来 这些经过的情况啊 在一目蔓延里面 都有详细的说明 可见在那个时候 听法法经还是蛮容易 讲的很多 那么法法经也很普遍的弘扬 所以古代说 中国人呢 是个大圣更新 大圣更新 那么大圣的教点呢 他能够啊接受 不过到了现在啊 到了这个太空时代 要听法法经就难了 就比较难了 因为这种大部经 讲的机会少 讲的机会少 而现在的法师们呢 事业很大 工作很多 负担很重 他们忙不过来 哪里还有时间 讲法法经啊 听说也有人讲 讲多久呢 五个晚上就讲完了 他一部法法经 五个晚上就讲完了 一个晚上讲两个小时 五个晚上算起来 顶多是十个小时 他还有翻译呢 再除掉翻译 剩下五个小时 五个小时之前 讲一部法法经 六万九千几百字 怎么讲啊 念也念不完啊 实际上 他这个七卷二十八平的 法法经啊 顶多是一瓶里面 拿一句来说说念念吧 嗯 那么如果现代人 听到法法经 只内五天就讲完了 太容易了 可是那只是一 顶多是一句 一首句诵 或者是一句 嗯 不过一句也是法法经呢 不是全部就是了 所以现在要听这个大铺 大铺头的经 很不容易啊 嗯 因此我只好自告奋勇 来发心啊 嗯 那么这个 尽这个剩下的时间来奋斗 嗯 每个星期讲他一次 讲多久 不管 不管 嗯 这个 总之呢 不定尽度标 嗯 讲完为止 嗯 好好的讲 尽我所能的 好好的讲 嗯 当然我不懂的 就没办法讲出来啊 知之为知之 不知为不知 嗯 不敢啊 不知为知啊 呃 这个呃 无人子弟 呃 必须要好好的学习 那么这个 在冒法时代 要听到这个大法 无量无数节 文是法亦难 这就是所谓千山汉谜啊 万劫难逢 无上神圣为妙法 百千万劫难遭矣 嗯 这个 在法宝的这个巨宋啊 我经见闻的秀持 愿解如来 真是一本来是唐朝 五这天啊 中国无意的女皇帝啊 五这天 他赞叹 华言经的 呃 他请诗才难度三藏法 是翻译 八十法言翻译完了 他就做了这么一首巨宋 无上神圣为妙法 百千万劫难遭矣 我经见闻的秀持 愿解如来真是一 你不要瞧不起五这天啊 他这首巨宋啊 胜过所有的高僧大德 也没有一位高僧 能够做出比他更好的 巨宋流传下来 这不是不可思议吗 那么这真是无上神圣的唯妙法 百千万劫难遭矣 所以叫做文是法 一难 要听其他的法 也许容易 三圣之法比较容易听到 法法经不容易得到的 所以文是法一难 能听是法者 识人亦服难 固然有人说 也要有人听啊 要会听啊 不会听 说者等于是白说呀 这个 纵然能够说 真正会听的 也是不容易的 所以能听是法者 使人亦服难 真正能听法法经的这种人 那真是难中之难啊 你不要以为我们都很会听啊 听是会听啊 听到的是什么呢 是不是真正能够把这个会三归一 会全律实 把这些道理真正能够体悟到 我们顶多是了解一个相似的名词而已啊 相似的名词啊 我们好像是懂了 我好像听懂了 实际上啊 我们是懂非懂啊 这个好像这个小学生说 老师问他 你听了没有 听懂了吗 他说我有听没有懂啊 有听 没有懂 有听没有懂 那么现在要有听没有懂的人容易啊 很多啊 听是听了 懂不懂 另外一回事 那么真正能够听懂的 可是不容易 因为这么多人当中啊 真正能够了解这个一佛圣法的 就是在法法会上 最初也只有设立佛一个人而已 你看看 你看看整部法法经吧 法说一周 立上根 真正上根开悟的 闻到法法经开悟的 是有设立佛一个 后边就是为设立佛受据啊 嗯 那么设立佛就是表示他真正领解的啊 领悟了解的道理把它说出来 所以上根说法 未上根说法的 法说一周啊 只由设立佛听懂而已啊 我们算懂吗 嗯 嗯 我在几十年前呢 有个地方请一位法师在讲经 嗯 那么这个 这个法师 讲是还不错 嗯 讲得很好 嗯 但是 他对于这个礼仪啊 不见得真正有了解 嗯 当时临时啊 就是我到那个地方 临时叫我去翻译 有两位老居士 哦 那是博学多文的 嗯 他对佛法懂得很多 也很有修行的两位老居士 等到这一座经讲下来之后啊 这位两位老居士跟我作谈 谈到刚才说的那一段 那么我就提出这个道理来跟他研究 他听到最后啊 他说当时讲的人还没懂呢 哼 说的人还没懂 哼 不要说是听的人听懂了 说的人还没懂啊 哼 说的人没懂 他怎么能说你 不懂怎么能说你 哎 学生背书不是都懂了吗 都说出来了吗 背书啊 子曰子曰都背出来吗 三不再高 有先者明 水不再深 有龙者灵 都背出来了 一一都背出来了 背是背出来了 懂吗 不懂 这种情况我是有亲身经验 我从前二十多岁听这个兵中法师讲经 我在辅讲的时候啊 兵中法师讲过的 我有辅讲 因为他是讲明南话 火罗朗啊 光火罗 那么好多客家人不懂啊 那我就用客家话重讲 副讲了 那么我副讲 懂不懂啊 那个时候我老师说我不懂 根本就不懂 那个道理不懂 不懂怎么说呀 翻嘛 就是把法师讲的明南话把它翻成客家话 哇啦哇啦讲出来就算了 讲过之后听众就问我呀 里面随便提出一句问我 那我傻了眼了 我不懂 那你不懂你怎么能说你 那我翻嘛 就是我是跟这个录音机一样啊 跟这个录音机一样的 录音这个音录到这个脑子里面去 这个时候翻出来而已 不懂 所以有听而没有懂的 我那个时候也是一样 有说而没有懂 不但是有听没有懂 说而还不懂 所以说能听事法者 使人亦服难 佛音一样说法 众生随内过得解 这是说言词 佛音一样说法 众生各个随所解 众生各个随所解 千万人听 境界不同 个人所体悟所了解的都不同 所以佛灭度以后 佛法流传出来呀 有大声有小声 有顿教有建教 原因在哪里呀 就是当时所听的那些听众啊 都是众生各个随所解 随他所了解的笔记下来呀 流传到现在 所以一部经啊 有好多种不同的本质 就是当时他们听过之后 把他笔记下来的 这个个人了解情况不一样 个人了解情况不一样 我昨天讲客家话 就是有这么一个庙啊 比如说这个胎生 说到胎生嘛 我说这个牛呀马呀都是胎生 有个小孩子他听到 他说师父在骂人哦 说我是牛我马我 总是一样说法嘛 一样说法 我是说胎生啊 牛呀马呀又是胎生 他听他听的不懂啊 就说法师在骂人哦 是骂我们牛我马我 就像这么一个小话 那么可见这个 说是一样的 能够听懂 他好容易啊 所以能听事法者 使人亦夫难 能够把这个妙法 连法经的道理听懂 也是不容易的 我们留到下次再讲 今天就讲到这里为止 啊呀好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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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 生命文化基金会自成立以来 秉持着广传佛陀三称法的精神 致力于佛法的推广与传播 不断地制作多元的佛法节目 透过MOD及网络影像平台传递佛陀的教法 散播如来占拟 散播如来卑制的法音 以滋养社会大众的心灵于觉性 并增进各语系佛教之间的互动及学习 愿使正法常驻人间 佛所行战中说 佛说一切施 法施为罪胜 人施行财施 行法施者难 敬请各界大德发心护持 殿氏弘法基金 一同成就广传佛陀三称法的慈悲大院 以让更多人能够得闻佛法 一起走向菩提之路 感恩您的共襄圣举 您的发心护持必定公布堂捐 聚沙城塔 福慧圆满 户名财团法人生命传播文化 置业基金会 台湾邮政划播账号 1996-5232 1996-5232 银行网络转账 银行贷号 005土地银行 转账账号 012-001-197-388 012-001-197-388 转账后请将个人账号后五码 收据开立姓名 联络电话 地址传真至总管理处 03-989-8787 或email nivetv.net at msa.hinet.net 服务电话 03-989-9319 03-989-9319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 受八观灾戒的因 第一个 能够让自己及所有众生脱离病苦 所以药师经要我们 为别人或自己消病苦 要以受八观灾戒为因 来点灯 放生 挂金凡 不失等 就可以脱离病苦 第二 消灭追障 一日一夜八观灾戒 除五逆罪 没办法一时消灭 其他罪业都可消除 所以各位每个月 能够受六天八观灾戒 因为人在这个世间 不得不造业 所以没办法 所以八观灾戒 消除罪业 第三 免除横祸 就是要地震 水灾 台风 车祸 所以消除这些恶业的因 第四 远离恶去 一日一夜八观灾戒 就不堕落地狱轨道 出生道 乃至八难边地 七世做人 七世升天 第五 福报优厚 一日一夜八观灾戒 可以享受六十万事的福报 所以佛经说 你用黄金布满整个地球 还不如一日一夜 持出家界的功德 第六 成就迅速 赶快消业障 赶快开智慧 赶快积福报 所以也是快速成佛之因 第七 来世尊贵 普达国王 年纪轻轻 做大国王 国家复数 因为过去 在做奴隶的时候 随老国王 虔诚 受一日一夜 八观灾戒 第八 得升天上 暮年升天 看到一个天女 外向庄严 其他的天神都很羡慕 所以玉帝问他 为何如此 过去 家设佛史 受一日一夜 八观灾戒 所以你受八观灾戒 想要升御戒天 保证升御戒天 你又能够孝顺不思 逃离天 你又经常点灯 第三天 厌魔天 你又共花 发菩提心 第四天 兜率天 乃至兜率内院 第九 往生住缘 一日一夜 八观灾戒 必得 中品 中生 第五品 西方极乐世界 乃至发用往生其他净土 那是我们自己持戒 回向父母祖先 早生净土 第十 临终欢乐 所以各位要经常 意念八观灾戒的功德 特别 临命中的时候 不要想别的 想到 我曾经受八观灾戒 一想身心 马上净化 临终安乐 至少来世会尊贵 升天 或是往生净土 不会堕落三恶道 第十一 得向好身 作为一个菩萨 必须要向好庄严 你才能够度众生 千万不要说 我生了败 不要紧 你不慈悲 因为众生会执着眼睛 耳朵 感受 所以 不杀身 得金刚不坏身 不偷盗 得手向柔软好看 不邪淫 身向庄严 不妄于 身阴庄严 不喝酒 走路庄严 不香花阴落 香油涂生 身体香 皮肤维系 所以 不坐卧高广 大床 有狮子王像 不歌舞 唱鸡 顾望观听 那维系 像好看 眼睛好看 耳朵好看 鼻子好看 等等 你瘫眼睛 眼睛不好看 你瘫嘴巴 嘴巴不好看 如果不忘于 牙齿像好看 泛音像 所以 过午不时 那就可以得到 四十根牙齿 庄严像 不掉牙齿像 所以 多礼拜 恭敬 得 无见顶像 身材高挑像 所以 佛有三十二像 八十随行好 就像各位来 五方讲的 多看五方佛 多看五方佛 我们本来的面貌 就是如此庄严 所以 令众生欢喜 充满智慧与慈悲相 这个非常重要 第十二 成佛道元 所以 如果每天发菩提心 这样受八万在戒 也必定成佛 所以受八万在戒 种下成佛的音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